你见过最严格的考试是什么? 在未来世界,学渣考试不及格是要被处死的 今天虎将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人类削减计划》 未来世界里,人口极度过剩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减少人口 法律规定,所有学生每年都必须参加一个考试 分数不合格的学生将会被处死 小美是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孩 她利用课余时间给即将参加考试的学生当家教 但小美的教学方法可不简单 对于那些实在学不会的学渣 小美会以高价卖给他们作弊的隐形眼镜 考试前一天,她卖出了最后一个作弊眼镜 然后拿着钱赶到医院交费 原来,她的母亲一直在住院治疗 但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 劝他们放弃治疗早点回家 另一边,州长的儿子小壮准备绕开家里保安的监视 去和女朋友约会 这件事被州长发现了 他批评小壮,马上就要考试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你不在家好好复习 竟然还跑出去约会 第二天,考试正式开始 学校门口有学生在和家长告别 这一进去,要是考不好 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 小美也来到了考场 考场的案件员戴着黑色面具 对每个学生的检查都非常严格 一旦发现作弊 后果只有此路一条 考试正式开始 学生们拿起平板答题 两个小时后考试结束 老师当场宣布了考试结果 分数不合格的人直接被黑衣人带走进行削减 大家心里都非常忐忑 老师突然念到了小壮女朋友的名字 女朋友就直接被带走处死 小壮非常惊慌和难过 赶紧打电话给州长爸爸 但爸爸说他也无能为力 一年后,又到了考试的日子 小壮没有忘记一年前女友被带走的景象 这次他有个计划 他想试图改变这个制度 考试这天,州长爸爸收到了一个平板 他得知小壮要故意在考试中答错题 他想让爸爸去救他 以此破坏制度 于是州长打电话给负责兼考的考官 让他帮忙处理小壮的考试结果 考试结束 老师宣布最终削减名单时 最后竟然念到了小美的名字 老师也很震惊 这可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小美被黑衣人带走 小壮却平安无事 这一看就知道 考官在其中做了手脚 小美即将被带去处死 老师于心不忍 临走前把自己的通行证给了他 并让他找机会逃出去 看到这个结果 小壮也懵了 怎么能让一个女孩代替自己去死呢 于是他切断了学校的电源 小美也趁机利用老师的通行证跑了出来 逃跑途中还是被黑衣人发现了 这时碰巧小壮出现 并且救了他 两人商量后 决定一起去总控制 偷明年考试的答案 这样明年就不会再有学生被处死 在黑衣人的追捕下 他们躲进了通风管道 并准备顺着管道爬进总控室 突然 小壮一不留神掉进了游泳池 小美赶紧跟着跳下去 他把小壮救上岸 两人还找到储物柜换了身衣服 他们在管道里继续往前爬 小美的通行证 却不小心从通风口掉到了走廊 走廊里 此时正有两个巡逻的黑衣人 他们差点被黑衣人发现 还好小壮及时捂住了小美的嘴 没有通行证 他们哪也去不了 小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带小壮来到实验室 并从实验室里找到了磁铁核线 利用磁铁可以把通行证吸上来 但是他们的举动惊动了门外的黑衣人 黑衣人闻声而来 小壮让小美先走 自己留下来对付黑衣人 小壮躲在桌子后面 半天没有听到声响 正当小壮以为黑衣人已经离开时 黑衣人出现在了他身后 小美这边 他顺利爬回了通风口 可眼看就要成功了 突然 走廊的黑衣人 发现了悬在半空中的通行证 但黑衣人 竟然直接放过了小美 原来这个黑衣人是小壮假扮的 好在小壮伸手矫健 刚才的黑衣人 已经被他打晕在了实验室里 小美来到总控室 他调取了自己的成绩 发现自己的成绩 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不只是他 还有很多人的成绩被篡改 他把证据保存下来 发给朋友 朋友将这些证据发给了媒体 这件事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可小美在总控室 待了太长时间 最终还是被抓了 但这次在媒体的施压下 州长没有继续处死小美 而是想出了另一个方法 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他下令将那些篡改过成绩的学生 重新列入学检名单 这之中当然也包括自己的儿子小壮 影片即将结束 最大的反转却出现了 正当小壮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在一个电梯里醒来 他们一伙人被带到了地下工厂 他再仔细一看 竟然发现自己一年前被处死的女友也在这里做工 原来薛简只是一个幌子 他们只是成为了地下的免费劳动力 看完这部片子 不知道你会不会联想到高考 我们的学生时代从某方面来讲 也是在被成绩支配 但成绩真的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吗